起码这几课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前台自动预件下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我们前台自动预件上的一些逻辑以及一些功能 首先我们要获得前台体系的答案 然后获得产生四体 产生的四体第三步对比我们体系的答案 做了一个分离 正确和错误 然后做了一个分离 这几课我们来讲我们的自动预件下 如果我们上一节课对比答案 那么我们这节课 首先 解析它的逻辑 首先我们上一节课已经对比了它的答案 对答案做了一个分类正确和错误的分类 那么我们这节课可以 继继续分数 同时 继续分数 继续分数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 后台配置 等级 我们这节课 按下来 计算 学生 考试的人 一起展示给学生 首先打开我们的工程 上一课我们写到了我们的 这里 我们这里 怎么来计算分数 可以写一个方法来专门的计算我们的分数 打磨的是一个硬体一个百分比 传入的是什么参数 我们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整个题搜到的数 确实去 count 第二个参数我们可以传入我们的正确点 count 反而这是一个int 来计算我们的百分比 get 那这个怎么算 其实很简单 我们数学的一个计算公式 result 等于0 做一个数值 然后我们的result 等于 正确的 除以 我们整个题的数量 然后 再 乘以100 tare我们这个result 好 这里就能计算一个分数 那 我们这里fush完以后 干什么 就是获得我们的一个分数 我们的 这个方法 返回的 这里创成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list side 点 side 以及第二个参数 我们的dread side 好 这里是一个整形的 那 我们去匹配我们的后台的参数 怎么去匹配 通过我们的后台 这里 有一个 controller 我们的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tare tare out controller 里面 看我们一模一样 方法来获得我们的整个 controller 通过我们的manage 层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manage controller 应该有一个方法 应该有一个方法 还是应该做一些修改 一样的 这里我们不需要参数 返回值 使用的 一个list 同时 我们的do 应该也做一些修改 打开我们的do 这里我们可以写个新的方法 我们获得整个配置 我们获得整个配置 改一下我们的方法名 回去反过参数 改一下我们的方法 当时我们这里不需要条件 去掉mover 就是不需要 产生我们的参数 反过的是什么 这里 well 这个会有 又一个list 这里我们也需要做一些修改 list 等于new guardedlist 这里大家记得还是要使用我们的范式比较好 能保障我们数据转换的安全性 这里我们list 在歪远循环的时候 就是 点add 没有 正是我们返回这个list 这里我们先增加了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的manage层 应该调用我们的这个方法 不是 抱错 是 因为我们不需要采取参数 然后我们 这个方法 应该改 这里我们也需要采取我们的参数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代码还有什么错误 看上我们有return 这点对 同时在我们的方法 jic方法中 去深谜我们系写这个方法 可以在我们的jic方法中 去深谜注意一下我们的书写的汉文和英文的区别 同时在我们的manage 已经输写完毕了 通过我们的consulted上去调用我们的方法 我们反过desklist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把它标注为 the list的形成余 比如说我们相关的架包 从此这里会抛出异常 所以我们用tack开始做到 那我们这里 获得这个list以后做什么 不选择 不选择 这个就可以拿我们的飞出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 负着这个view 同时去 去匹配我们的值 我们这里定义一下我们的grade 我们的选择 我们这个view里面有什么 get 这里我们应该用eaf来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我们的percent 如果是大于或者等于我们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该怎么写这里 或者等于我们的velo.getstart 就是小于我们的 我们的n的velo.getstart 我们的 在我们中间 那我们这个 breed 这个等于 will get breed 或者我们对应的等级 然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频率也拿出来 Description 等于 我们Description 对我们的测试机构的描述 也就等于我们vo.get breed description 好 大家看 你这里 这个greed 针对我们前台页面来说 我们来看我们的a的等级是 是什么样的 是大于等约或者什么 可以通过我们前台页面来看 所以我们这里的必须有一个等于 放在这 好 我们的greed也取到了 我们的description也取到了 以及我们的person 也取到了 那把这个三个参数 传到我们的前台 首先是我们的person 传到我们的percent 传到我们的percent 以及传到我们的 breed 和discription展示给学生前台来看 我们这个测试的check到底是什么 违缩 方法 再想一下我们这边放在哪里 放在地板 放在我们的 船开启 外面就可以 这一幅 这一幅 再看一次问题 这里 我们应该加个括号 来标识我们的if 然后在我们的 伏学会 对应的是 这里 放在我们这里 好 那我们前台应该有一个新的页面 把我们的 结果带出 get dispatch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forward dispatch 大家知道我们带的参数去转发我们的请求 应该是这样来写 我们的斜杠 这里有一个gsp result gsp result gsp result gsp 然后带着我们的请求 这里 列入我们的参数 好 好 那我们前台的 页面 result gsp 同时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臭的字体给带到我们前台去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再设置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 你的 worklist 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做出了什么提 以及正确的提示 打开我们的result gsp 我们这里去取得我们的 错误的这个list 同时要取得我们一些 错误的信息 这是第一步 我们这里还是要做巧克力 中国这种方式 我们取得的是object 同时去获得我们的 breed 以及我们的description 这参数 然后对应着我们插入的key 看一下我们的key 打开我们的controller 这个 这里我们去 也可以 接我们的 breed 同時還有我們的description 同時我們來打印它 測試結果這是我們錯誤的答案錯誤的是體積 我們來打入我們的等級等等信息 這裡代碼我就不寫了大家在下來的時候來補充我們的代碼 所以這一刻的刻作業就是補充前台展示代碼 同時我們後代代碼也需要補充寫入數據庫的代碼 我們還有什麼需要寫入我們的成績 學生成績資料表裏面還需要寫入我們的學生成績的數據 所以希望大家來補充我們前台頁面和我們的control層的代碼 那麼今天這個所有的成績考試系統基本上所有的業務功能都完成了 下集後我會講解一些其他的功能 謝謝大家 下集 Julian 10回別一起努力